台灣今天的數字是1803人 其中有48人離開我們了 北京今天的數字是1加1 多更新一個 日本今天是15572人 其中有17人離開我們了 大家好 我是好A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時間是2022年的7月18號星期一 首先好A要講述一下好A家鄉台灣的狀況 再講述一下今天要說的話題 日本持續三天 10萬家 以及 陳時中先生 走了 的話題 台灣今天的數字剛剛跟大家說過了 是1803人其中有84人 離開我們了 目前在台灣總生病的人數是 4282777人是屬於一個 生病的狀態 從2020年開始 大家熟悉的這個疫情 累計 離開我們的人數是8224人 離開我們了 目前總生病的人數 接近台灣人數 接近台灣人口的17.84% 與7月16號星期六 17.67% 相比 上升的 0.17% 台灣今天生病的人數 額外提到的 是有 46例 BA4 以及BA5 其中 44人 生病是進入台灣的 另外 2人是台灣本土的 台灣的 內容 指出 世界衛生組織 在 7月13號的 數據顯示 目前 新舊版本的 生病人數 比例 統計 BA.5 快速增加 約在目前的 50% 而BA.4 約在目前 的 14% 那其餘的 沒提到的 應該就是 BA.2 以及其他的 目前很有可能 BA.5 會在台灣 可能會 緊張 下去 因為目前台灣的 7例本土的 都是BA.5 講一下 亞洲鄰近的 地方 日本 目前持續 3天 都是 10萬加 的這個數字 之前跟大家提到了 有很多的媒體 都說了 嚴峻 而複雜 到底是多嚴峻 到底是多複雜 說的等於沒說 是吧 至少我還會 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數字到底是多少 日本人口 大概是多少 對吧 現在 BA.4 以及BA.5 從歐洲 以及美洲 到了亞洲的 日本這邊 已經開始 深耕 日本 希望目前的疫苗 因應 是比較有效果的 好為這邊是希望 大家可以平安一點 每天 離開我們的人數 能夠少一點 在 現在講一下台灣的話題 陳時中先生走了 沒錯 你聽的沒錯 不過我說的走了 是指他換工作了 從2020年開始 大家熟悉的 這個疫情緊張以來 陳先生都一直在 台灣 從事的防疫 這個領域的工作 然而目前 疫情尚未結束 陳先生就把 防疫的這個工作 交辦給 王必勝 先生 陳先生走了 他準備要去整體 去年底的工作 為了年底的工作做準備 我之前有拍了一期視頻 是在EP167期 講述 台灣今年年底 會有一波工作的職缺 即將釋放出來 雖然說這個工作的內容 或者是說要怎麼去應聘 時間線大概是怎麼樣子 我都只是簡單的 口述一下而已 但是非常無奈 好為我 本人並沒有講述 相關內容的一些支持 所以我在大陸這邊的平台的內容 暫時就沒有了 多的我也不多說 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 陳先生的工作成果 能不能得到人的理解 以及接受 在4月份之後 11月底 就能夠知道了 熟悉我的小夥伴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也不怎麼關心台灣的內容 只是有時候看到了一些 故事的發生 然後盡可能的 我就說出來而已 就是這樣子 很多B站上的網友常常跟我說 盡量做一些生活分享的一些視頻 不要老是 做一些面對鏡頭 然後一直叨叨叨的 這種內容 我是覺得 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 做一些事情 或者說簡單的小評語 除了一些 有流量的支持之外 再來就是 可以透過某件事情 我看待某件事情 讓大家知道 我一下我的價值觀是如何 知道我的價值觀之後 你可以挑視頻看 我做防疫的 你如果覺得無聊 你就可以不要看 這類型的內容 對吧 但是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防疫的內容 基本上 我都會 去寫稿子 所以盡量的去 減少一些 隆文罪字 口述 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是覺得也蠻好的 大家可以關心一下 然後 拍攝這期視頻的時候 是在 7月18號 星期一 我今天去 北京站 錄了一些相關的視頻 然後其中有 我這個 把這個殘起來了 今天在北京站的時候 然後路過 現選車 我就進去貢獻一下我的 200cc 以前 捐血是在 10年前 台灣 嘉義的生活的時候 我做過 這件事情 然後 多了也不多說了 反正這期我 錄了一個 簡單的視頻 然後會在後續播放出來 就是說我去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 做了這件事情 我在頭條上面有 圖文 有跟大家說過 但其他的平台暫時沒有 所以呢 就第一時間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 踴躍參與啊 為了這個社會 盡一份小小的心力 那這期視頻好就簡單錄製到這邊 你如果覺得本視頻內容還可以的話呢 你可以幫忙點個讚 那你如果還想看到我持續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 祝福大家平安順心 祝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豪衛 感謝你的收看 期待點留言 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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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